在我身边这辆车不是什么新车 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老款的福特野马 不过今天这期节目我倒希望它越老越好 最好是第一批2015年就进口的六代野马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聊一聊 买二手野马的注意事项 大家不要被这个自己贴的5.0 logo补到了 这就是一辆普通的2.3T野马 那这二手车市场上呢 目前第一批引进的2.3T野马 价格已经跌入了20万区间 最低的我看有18万多的报价 这对于刚工作几年 又或者家里能够支持10万8万的年轻消费者来说 已经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价位了 第一批进口野马上排时间 大概在2015年第一第二季度 距离现在2021年9月也就6年多一点 正好过了免减的时间 所以车主换车的几率也会增加 如果你能遇到一个里程数也比较正常 比如6到9万公里 或者说开的少点3 4万公里的老款野马 还是非常值得逃一辆 来圆自己一个美式跑车的梦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没有飘移环节了 当然你们可以先找一下以前的老视频 回味一下野马飘移的爆裂感觉 鉴定一下自己拔炒的信念 再来看今天的解析内容 那本期节目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聊聊 首先是基础维护保养费用 然后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在售的新款和我们要买的老款2.3T车型的差别 当然了野马有大批的平行进口车型 所以还要聊聊平行进口和中规的差异 最后帮大家收集一下野马容易出现的一些通病 尝试总结一下车况不好的野马 大概要花多少钱去修理 如果你运气很好 碰到一辆车况极佳的老野马 知根知底 没有大事故 按时做保养 那你买回来之后 可能只需要做以下几项简单的维护 首先要换机油 2.3T的野马 使用大概5.5升的SN级别全合成机油 如果电商采购的话 连上机率和公司费 一般700块钱左右就能搞定 第二点 轮胎 如果你买的是中规版本 那原厂标配的19英寸轮圈 匹配225宽度轮胎 更换的时候就比较烧钱包 一条PS4的话需要1500块钱左右 但你也可以选择便宜的 比如寒泰的万图式S1EVO 1000块钱一条 如果你的二手野马是平行进口车型 那可能会碰到17或者18英寸轮圈 在更换轮胎的时候就能再省下一点钱 然后刹车片如果摸准比较严重的话 也是需要更换 后市场品牌大概前后都是6到700块钱 所以全车更换下来1500也能搞定 最后像刹车有冷却液这两项 其实说回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不一定要早期更换 所以如果收了一样状态比较好的老爷马 最低的整备费用可能就换个机油几率700块钱 全车一整套搞下来 6000块钱也能打住 那很想我身边的这辆野马车框不是特别的好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碰撞痕迹之外 还有一些非常鬼火的感受 那车框不好的野马需要修些什么 我们上车再聊 上路之后我们花几分钟聊聊野马 版本上的不同 首先是新款和老款的区别 无论你买的是平行进口 还是中规的老款2.3T野马 在驾驶层面 它和现在市场上在售的新款野马 是有那么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分析一下 最明显的点 我觉得是编速箱 它确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升级 无论是日常时候的换挡平顺性 还是说在赛道里激烈驾驶的时候 它能提供非常运动的换挡感受 就是每次换挡都会有一个类似在后面踹你一脚的这种运动的换挡感觉 而且也支持新的这个直线加速模式 而老野马用的这台6AT变速箱 其实不是福特自家的 是来自财福的6R80系列 这个变速箱我觉得最大的优点是稳定性 从上市到现在也没有怎么听说 野马变速箱会有一个大规模召回或者故障的情况 这一点其实对于想买二手车的朋友来说算是一个好事 总体来说这个变速箱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说10AT有一些它的更好的优势 但是10AT变速箱我觉得不成问题 第二点大家从资料上也能看到 目前在售的新款野马 最大功率是降到了299马力 而老的野马其实是有314马力的输出 所以这一点买老野马二手车 还赚了一点马力15匹 不过放在300马力这个级别里 15马力的差距体现的可能不是特别明显 如果全比01加速的话 可能也就快个0.1秒0.2秒那样就到头了 第三点可能有人也注意到了 就是新款的2.3T 下放了电磁悬架这样的配置 不过在日常情况下 就城市驾驶或者高速 跟老款的这种普通悬架没有太大的差别 特别是舒适性上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 只是在你下塞道切到竞速或者运动模式之后 它会提供更加硬的这个悬架反馈 支撑也应该会好一点 所以如果你买回来只是平时走走街 游山玩水的话 其实电磁悬挂的用处不是特别的大 一套良好状态的避震器就足够应付这些日常的驾驶情况 那我觉得影响驾驶部分最后的一个区别就是仪表盘 老款是双炮筒的设计 新款换上了全液晶仪表 而且可以期望很多模式 确实炫酷一点 但是这个老款的双炮筒仪表看着也还挺不错 反正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炮筒式的仪表 这一点对我的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要炫酷的全液晶仪表 不知道后市场能不能给你改掉 如果你追求的就是美式跑车那种风格 那新老野马之间的差异 其实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困扰 而且我个人觉得老款野马的造型 比新款还要耐看一些 而从驾驶层面 新款确实会比老款好开一点 但本质上没有太多变化 改款之后的车型最低价格在25万左右 如果预算就在20万上下 没必要再强加5万 买老款即可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区分点 就是中规车型和平行进口的差别 当然这部分内容非常的多 今天主要集中在如何快速分辨 这辆野马是中规还是平行进口 至于具体的配置细节什么的 网上有非常多的内容 大家可以仔细学习一下 中规和平行进口车型最好区别的地方 我觉得是灯光系统 首先头灯里面的这个鲨鱼席造型的日行灯 中规车型原厂状态下是不能点亮的 然后平行进口车是可以点亮 中规的尾灯会是白底色透明灯造的设计 而平行进口车大部分都是这种全红色的回灯 另外平行进口车是要强制加装这个雾灯 当然这个雾灯可能会被车主拆除 毕竟看起来太违和了 当然了像灯光甚至说车门改装 在野马里都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第二个快速辨别 它是不是平行进口车的办法 在这里 中规的车厂家会是福特汽车 而平行进口车型这个位置 厂家一般会是后市场的一些改装厂家 比如这个就是什么南加州汽车改装公司 还有一个也能比较容易从车外判断的方法 如果轮圈不是19英寸的 那它肯定不是中规车型 平行进口野马拥有多种的轮圈规格 17 18 19英寸都可能遇到 而中规就一直只有19英寸轮圈 进到车内呢 最直接的辨别方法 速度表算一个 中规车型 外圈是kmh 内圈是mph 而平行进口车型一般是反过来 外圈是mph 内圈是kmh 那为什么不是中控部分呢 因为中控部分改动的机率也比较大 比如这台车就加了一个大屏 当然如果有座椅通风加热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一个中规 中规是一个大屏加座椅 加热通风的按钮在这个位置 然后平行进口车一般会是个小屏 然后没有座椅加热通风这两项配置 当然有些车型可能会选装 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中央的出风口部分 如果你见到了两个 类似于波轮压力值跟机油温度表的高性能仪表的话 这样应该也是一款平行进口车型 因为中规这个小仪表的配置是没有的 那说到车内呢 这里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个二手车的点 就是你们碰到的内饰可能会有是翻新过的情况 像这辆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它是7万多公里的车 但是你们看这个座椅的橙色还是很新的 因为它重新包裹过了这个座椅 包括门板上的皮料都是重新去翻新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这种车还是很容易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比如挡霸位置的磨损跟启动按钮 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使用痕迹 在选购野马二手车的时候 平行进口车型一般会低于同里程同年份的中规车 所以大家遇到了可以略微砍砍架 至于平行进口和中规车型在保养维护方面的差别 去不去4S店其实不是很重要 只要上一任车主是IC车辆的 平行进口也能找到车况好的 整辆车改到最后觉得还算可以的 就是这套Pora排气 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踩两脚给你们听一下 现在我们要开始说说问题了 如果你喜欢驾驶 首先就要检查好老野马的发动机状况 如果第一眼看到渗油先不要紧张 算是这个发动机的通病 我们这台车也有 处理一下密封就考 花不了几个钱 那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 前任车主有没有对它的动力部分进行过升级改造 因为这台2.3T发动机本体的数字不是特别的高 就网上有很多曝纲的案例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辆动力改过的老野马 那收的时候要谨慎考虑 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 2.3T烧机油的概率比5.0要小不少 反正直列四缸的机器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情况 解决起来也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烧机油这个不算特别头疼 所以变速箱部分前面说过了 它还算比较稳定的 而野马传动系统的通病是 后桥差速器容易出现异响故障 我们只要在转弯的时候稍微给点油 如果出现碰碰的声音 那可能差速器就已经损坏了 重新更换一颗差速器要差不多8000到1万的样子 如果只是直线行驶 就是说后面嗡嗡声比较大 那可能只是轴承磨损之类的情况 上5000就能修好 那么这样美式跑车的底盘部分呢 大家还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连杆 包括百臂的造型都非常的粗壮 也很少听说野马有断轴 或者说连杆断裂之类的这些情况 但如果你们买来的二手老野马 避震器状态很差跟我们这辆差不多就是过减速带过坑过坑都已经稀烂那种 没有什么质感的话 还是需要更换掉 但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 2000块钱应该能买到一根原厂的避震器 而且野马的避震器包括弹簧的改装件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部分出问题的话解决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再说一下其他问题 野马转向机异响和空调蒸发器的故障贴子比较多 这两点在试车的时候多吊几次头左右都试一下 然后开一下ac max状态的制冷效果就能查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总结一下 假设我们买了一辆二手老野马 大概要花多少钱 如果你收到的是一辆车况比较好的野马 里程大概5万之内 也是15年的一批 但是跑的比较少 那我们买回来的车价可能稍微高一点算23万吧 那再加个2000块钱把机油机率换 换掉一对刹车皮 那可能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开个一年两年 这样算下来费用会大概在23万5左右 如果说回来一个状态不好 但是价格还比较便宜的老野马 比如车价19万需要更换比较多的零件 预留个3万的维修费用 我觉得应该就很足够了 总价呢也还是22到23万左右 如果你的预算已经到了25-6万 那直接找一辆18年改款之后的新款野马 车也比较新 不需要怎么折腾 至于今天这辆爆改过的老野马 大家打算用多少钱收回去呢 反正我是下不了手了 虽然只有4个缸 但是2.3T的野马 也是一辆300马力 400牛米级别的后驱运动跑车 而且还有LSD 所以飘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